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你上星期五推介就是331 其实我想看看 有没有人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跟着你买呢 你拿回我的电话来看 如果有跟买入的话 我们一起交流一下 因为我自己分享上星期听完你说331之后 是挺吸引的 到一直看着 还是只看着 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想着观望才说 反正都是想着一个中长线的保处 谁知道股价就一直抽升 开发图来 昨天其实是又创了52周新高 上到7.5收市是最高位 如果我特意计算和你推介那一刻的税位比 已经累积升了1.4 就像这些情况 其实我是想着赚息又赚价 不是想着短手 但是现在短期内 即是股价这样升 究竟应该我继续在那儿看一等 还是其实都要 真的要等 还是怎样其实都要冲进去 应该怎么想着这个情况 我想上个星期 为什么突然会说这一句呢 因为都记得到最后有观众问一些收拾东西 所以最后自己又说这一句也看得好 因为觉得是可以赚死又赚价的情况 的确你说这个星期内 其实那个股价上升幅 都真的比自己预期都是有点意外的 就是说真的看好看好都没理由真的 就是这么强地觉得一个星期内可以升到这么多 就是这个根本就没有这个绝对性的关系 所以那个升幅是有点意外的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都是看得好的主因呢 都是上个星期 但是在最后也说过就是他那个业务的发展 我想最主要因为其实现在大家看他的名字 有生活服务这四个字 其实他在五月初之前 旧的名字就叫封城服务而已 其实加了生活两个字 其实反映得到他现在业务方面 是越来越覆盖在本地的一些生活服务身上 越来越广泛 就是以往可能有些基电的业务 有些其他的一些 就是叫做可能是物馆等等 比较不同的业务在这里 但是现在都还有的 但是基电业务的价格其实是减低了很多 反而是加多了很多新的收购 就是在物馆以外延伸出去的服务 其实是覆盖了整个大家生活 有应用的一些范畴 所以其实是越来越广泛的覆盖里面 还有我想看好的地方就是上星期 你也说过就是股值其实都还是很便宜的 虽然股价去到这样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拿它当作是一只物馆股去计算 其实现在的PE都是10倍的 但是你不要说 当然不要说给我们的财 但是我觉得平均来说 可能去分20倍都不是太过分 所以股值上说都还是比较吸引 还有上星期都说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观众问想选一些收息东西 其实这个息率都说过是很吸引的 变相这一刻就升了这么多上来 都还有整个5厘7、5厘8厘水平 其实不低的 所以我想看法上其实没有说 因为过去这个星期急升而有什么改变 但是我觉得唯一的应对就是 如果没有货的 其实上个星期都说的 都是分注买的 因为其实上星期那一刻推的时候 或者那一刻建议的时候 都是属于当时的高位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想也是说过就是分阶段买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就是像你所说的 不是用来短炒的 我想用来长线做一些收息 赚上价格的举动 变相分注吸引会好一点点 我觉得其实你说没有一个价位 可以先建议买呢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没有货底 你这些位置其实上个星期都这么说 可以买住一点点 但当然不要说多了 因为始终都是高个位 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是稍微回回多一点点 譬如可能现在买住之后 如果它之后回回到6.5厘下的 那我才慢慢分注去吸引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觉得这种也是建议适宜 比较长线去持续 比较合适一点 那真的有人认识我们吗? 认识他真的说6.9厘下了331厘下了 那是否保持持有呢? 如果想追加 那又行不行呢? 借借你 那当然先恭喜你 因为一来赚钱了 二来我觉得你需要不需要这么急去 当然我觉得可以持有 刚才分析了一堆看法 或者收息各样的举动 但是是否需要再加注呢? 我觉得又不要太心急 不要说见到股价升就狂高追 因为说真的看好还是看好 但是股价是不是真的弹向上呢? 其实是没得预计的 我想总有机会有一个调整的 所以反正如果你真的火到中长线收息 我宁愿你已经有一注 就先拿着它 但是如果有机会再回心一点 我刚才提到可能剩下六个半 或者再低一点 那你那些位置再加 逢低去存好 比你选高去加 那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